- 字幕志愿者和声音乐 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有在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Thunderbolt 3 但是大家知道吗?Thunderbolt 4已经进入市场了 其实去年底就已经有很多产品开始搭载Thunderbolt 4了 例如说笔电 而目前呢,Thunderbolt 4的Duck在市面上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其中OWC就出了两个 我有看到蛮多人是开箱这个产品的 但是另外一款就是OWC的Thunderbolt Dark 这个就非常稀奇了 很少人开箱这台Dock 那我一直有在followOWC的粉丝专页 当我知道他们在1月中上架Thunderbolt 4的时候 价格是8250 我马上就订了一台 结果当我收到后 OWC的商城就受庆了 真的是太扯了 还好我手脚够快 只是我们最近开箱的新品还有机台太多了 所以从1月中到现在 即期现在才开箱给大家 那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台湾好像到现在 也还是没有人开过这台Dock 那我看国外英文的内容是有人开过 但是也没有人把它完全拆解开来研究 所以这一集我们应该还是全球第一个 拆开Thunderbolt Dark来研究的 但是这个非常费工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来支持Enterbox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包装主要是黑色为底 上面有一些锚点 以金色为辅助色 在命名方面 达破了以往跟随Thunderbolt 世代的命名 这次就是直接叫Thunderbolt Dark 那除了支援Thunderbolt 4 也支援了Thunderbolt 3 和USB4 那整个包装重量达到了1348公克 Dock本体的顶面和底面都有一层保护膜 撕掉后测量重量大约是482.5公克 详细的宽度还有长度 大家可以在去我们之后撰写的文章中了解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你会不会觉得它有点像NVIDIA 30系列的公版卡呢 随附的配件还有一条当然一定要的Thunderbolt 4的Cable 这个很重要之后会说明为什么一定要TB4的Cable 那包含了说明书等等 全部配件就陈列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箱到Thunderbolt 4的Dock 那这次搭配评测的笔电是MSI的Christage 14 Evo 这台笔电因为它采用的是Intel第11代的处理器 所以规格上就已经搭载了Thunderbolt 4 而关于Thunderbolt 4 我觉得相关的资料网络上已经很多了 那我这边简单整理一下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以前Thunderbolt它只能一个upstream一个downstream 但是现在的Thunderbolt 4这一代开始 已经可以做到一个upstream三个downstream了 所以特别对于在Dock方面还有Hub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那对于SSD的外接盒来讲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更多细节的话 可以到Intel的官网去查这些资料 或是留言在影片下面 我们评估看看大家不了解的点通常都有哪一些 然后或许再做个影片或文章来回复 那看到Dock本体 首先看到正面IO一个Thunderbolt 4 upstream 而且可以提供90W的供电给host端的笔电 一个3.5的音讯接口 一个USB-A规格是2.0的 还有一个SD卡槽 SD卡槽的规格是UHS-Q的 之前看到有人问说 为什么Dock跟Hub的产品明明都是USB-C 或是一样都是Thunderbolt 我不能想要接哪个就接哪个呢 那其实这个就是受限于晶片的设计 它还是有一个上行跟下行的设计 所以是有明确去区隔哪一些是要接笔电 或是桌机的电脑端的 那哪一些是要接外接设备端的 这个在USB还有Thunderbolt都是有这样的设计 大部分电脑的协议也都有这样的设计 但是如果你线左边跟右边想要接哪一边 那通常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Dock背后有一个电源接口 三个Thunderbolt 4 downstream 三个都支援15W供电 那当然也支援USB4跟USB3 每一个Thunderbolt旁边都有闪电的符号 而且上面也有状态指示灯 一个RJ45规格是GigaLand 三个USB-A规格是USB3.2 Gen2时区 那每一个都支援7.5W的供电 最右边的两个USB上下是叠在一起的 所以上下空间比较小 比较适合插线材 如果是随身叠的话就尽量选择左边这颗 这样比较不会彼此卡到 看完外观可以发现 Thunderbolt 4 dock 其实跟OWC Thunderbolt 3 dock外观是非常像的 但是看完的所有IO又会发现 其实它们的构造是非常不同的 除此之外在侧边还有增加新的功能 就是增加了两个不同大小规格的防盗索 那整体外观做工依旧符合OWC一贯的水准 底部的防滑脚垫也是半圆弧形状的 弹性适中 缺点的部分我觉得跟上一代一样 因为底面跟底面依旧是塑胶的镜面材质 所以比较容易沾指纹 那前面提到配件 为什么一定要给Thunderbolt 4的Cable 不能用Thunderbolt 3的呢 这边就整理了一些测试这台Duck 搭配的一些情况 然后也做出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 首先最正常的情况就是电脑是TB4 线材也是TB4 那这样连接完OWC Thunderbolt 4 Dock 是可以完全正常使用的 那如果笔电一样是Thunderbolt 4 但是线材我们把它换成Thunderbolt 3的线 那充电还是可以充 而Duck上面原本的初始化灯 原本是亮蓝色的 它就不会转白色 它会一直亮着蓝色 在Windows里面的Thunderbolt控制中心 也看不到这个装置的识别 那如果我用USB来接可不可以呢 可以哦 那但是因为现在市面上 还没有单独有USB4 IO的电脑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以TB4的电脑为例 但是把线材改成了USB线 那么这个Duck还是可以使用的哦 包括帮笔电充电传输资料都是OK的 当然速度也就受限于USB 不会像TB4那么快 而苹果的MacBook则多了一层 作业系统的因素要考虑 当然最新的M1是一定都可以的 那如果是旧版Thunderbolt 3的笔电呢 如果笔电是Thunderbolt 3 然后用Thunderbolt 4的线去连接OWC的Thunderbolt Dock 作业系统就蛮重要的 如果是MacOS 11以前的 例如说我在用的这个是MacOS 10.15.6 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像前面 用Thunderbolt 3的线来连接一样 就会变成电脑抓不到这个Duck 但是PD的充电还是持续存在的 那如果将这个旧的MacBook Pro 把它升级到最新的MacOS 例如说这个版本是11.2.3以后 那么用Thunderbolt 4的线去连接 那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根据OWC自家的测试结果 那M1晶片的MacBook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会有这个现象主要就是因为 Thunderbolt 4的晶片和整个设计方案里面 已经把USB4完整包覆进来了 而USB4又有向下支援USB3、USB2 所以USB的支援性方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电源供应器是Lite-on的 规格是20V 6.75A 135W 实测重量约473.5公克 电源供应器的线头部分有做成L型的转角 还不错 这样就比较不会伤到线 不管是日常的收纳或是携带也都比较方便 接着进入洗部自身的拆解环节 首先移除底部4颗用双面胶固定的脚垫 然后再移除4颗螺丝 4颗都是十字的螺丝 那接着再用吸盘吸住底部 因为它是用卡扣的方式固定的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还有一些技巧把底盖拉出来 例如拉出来的时候左右差异不要太大 因为它主机板也是整个连在上面的 那也要善用塑胶有韧性的这个特点 慢慢的把它拉出来 那卡扣都分离之后还是会非常卡 因为主机板上的IO会卡到壳 所以也要挪动一下空间 然后想一下先后顺序 前面这边拆的步骤的确是最难的 但是这边只要抓到技巧和顺序后 拆装同款机器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这边拆完后 后面就简单很多了 不要弄丢螺丝就好了 那接着因为顶部会有发亮的logo 它是透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的 在完全拆下主机板前 要先将连接线分离 然后看到主板这个部分 蛮特别的是 看到它的顶盖是两种工艺的金属加工 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是冲压的铝屏蔽遮罩 还有铝锂型的铝散热片结合在一起的 那共同组成了主板的顶盖 就既有散热的效果 又有屏蔽的功能 那两件是以螺丝来连接的 这样的设计很少看到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Dark里面看到这样的设计 主机板上面的晶片 我们在影片中就不赘述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会把所有的晶片都撰写在文章中 让大家可以了解 这边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达成SUNTERBOX4最关键的晶片 就是这一颗 Intel的JHL8440 那所有零件我们也排在这边 给大家看看 诶 你有发现什么细节吗 在机壳这个部分 除了中间控制LED发亮的PCB 所有两侧还有金属块 目前我看起来 我推测这两个金属块 应该真的是没有功能的 它主要的目的 可能真的就是增加重量配重而已 所以如果要拆掉的话 应该也没有问题 那步骤上就是先卸下两颗螺丝 然后它后面还有双面脚 要把它撕起来 整体来说这一台Dark 我们从外观还有做工 依旧看得到OWC的设计延续 还有工艺 在这一代中加入了 Soundboard 4的支援 但是价格却没有涨价 其实主要还是端看消费者 这边的装置是Soundboard 3 还是Soundboard 4 在IO方面 或许大家也察觉到 这台Dark是没有影像输出的 不管是HMI还是Display Port 不过这是因为Soundboard 从以前就已经有融合了影像输出的功能在里面了 所以还是可以透过Soundboard 3 或者说USB线的Cable 连接到Soundboard 3 或者Soundboard 4的萤幕 或者说支援USB-C 然后里面是DP协议的萤幕来使用 所以具备Soundboard 或者说USB-C的界面 也是未来Enter在开箱萤幕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衡量 如果大家有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萤幕 来搭配这样的Dark来使用的话 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 有关这个Dark的文章连结 我们之后就会放在影片说明栏还有留言中 让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台Dark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